创世基金会新店安养院在参与市预算新店500万计划当中 提出关怀植物人必谈公益园油会议案 最后以8812票拿下了第四高票 同时也获得了45万元补助 创世表示感谢各界支持照顾植物人工作 让在院安养以及稻宅双轨服务推动能够更加顺利 创世基金会从民国75年创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弱势家庭植物人照顾工作 由于照顾一个植物人每个月至少需要4到6万元经费 对于许多清寒家庭来说压力十分沉重 因此创世30多年下来 持续推动在院安养与到宅双轨服务 借此减低弱势家庭的经济负担 为了要募集更多资源关怀植物人 创世基金会新店安养院 这次也参与了由新北市议员陈宜君所推动的 参与市预算新店500万计划 所提出的关怀植物人必谈公益园油会议案 以8812票获得第四高票 45万元补助 我们这次很高兴就是在陈宜君议员500万的 参与市预算里面能够得到 我们的康怡庭原油会的活动 活动款项45万的赞助 这个款项其实所有的活动 过去我们在办理这样的活动 可能有企业的赞助 那办这样的活动 那其实所得其实不是那么多 那经过透过这次参与市的预算 能够争取到这个议员的补助款 其实对这整个活动的所得 收获其实能够用更多的部分 能够拿来当成植物人的照顾经费 创世基金会表示 很高兴有那么多民众支持植物人照顾工作 尤其在发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 能够获得新店500万预算计划补助 才得以让照顾植物人的目标更加长久 也很高兴就是新店的民众 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个参与市的预算 并且也了解创世基金会的服务 主要在推广双轨的服务 在照顾我们的弱势清寒之类的家庭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邀请新店的民众 一起来用健康 然后做公益享受爱 创世新店安养院指出 碧檀公益原油会活动 营收将全数作为植物人安养之用 活动预计在9月份举办 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共享盛举 记者是申请新店采访报道